最近好像台铁都连连出包 比方说早上在普悠玛号的406号车次 因为这个机车动力故障所以停驶 导致这班次延误了40几分钟 同时也影响到了其他台东路线的班次 但其实我们时间往回推 没过多久之前 这基隆到巴都之间的路段也传出 这后置异常所以导致黄灯故障 同样造成这个路段的车次因此delay 那台铁重演两天前连续出包的戏码 在今天又接连出包 大家觉得好麻烦 车长广播向乘客致歉因为台铁又出包了 三号上午开往台东的406次普悠玛 在三名瑞穗站间突然因为机车动力故障导致停驶 索性处理后恢复正常 但列车因此延荡至少40分钟 好久哦 不好意思因为地上设备故障 所以导致我们车上的机械异常 目前都已经排除了 机械为何突然故障 台铁说还要再调查 但要查的还不止这一项 同一天早上基隆开往八渡路段 也发生黄灯号制突然异常 造成两列次列车累积延误22分钟 民众对台铁信心打折再打折 因为连续出包的状况两天前才刚上演 先是早上八点 太鲁阁列车被施工钢轨砸中 挡风玻璃碎成蜘蛛网状 下午五点香山竹南路段又发生电车线被塑胶带卡住 造成半次延误将近一个小时 晚间八点台东北上的复兴号列车 又因为铁道局工程铁板松脱 竟然导致车厢分离 算一算当天台铁在不到24小时之内 就连续出包三次 台铁问题不断让交通部长王国才大动干货 大动作撤换工程处长及断长 但是处分归处分 出包似乎还是没停 如何挽回民众信任 恐怕还得再加把劲 记者综合报道